跟謝龍介說 總統大選有賭盤 立法院龍頭選舉也有賭盤 你知道他說本來一片看好游錫坤 現在出現轉折 據說這個勝率 韓國瑜的勝率在賭盤上 已經有百分之五十了 大家知道賭盤有時候 蠻準的 有時候這個準過民調 好 所以比較起來 韓國瑜當然就是代表著 國民黨團來的 這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是在一個沒有干擾 這個全黨這個一致的看法 在一個團結的氣氛 在一個肯讓力的氣氛之下 做了這個 做了這個行動 但是我們看到柯建民 當然對於這場會議 就是冷嘲熱諷 同時他再度見縫插針 有沒有 他想問問民眾黨 那國會外交呢 如果韓國瑜上的話 國會外交是不是要受制於中共呢 這個國民黨在被騙 就是白痴等等 然後他又說怎麼 這個怎麼看到我會昏倒 又開始跟這個傅崑奇互嗆 然後呢 所以你就看到 今天游錫坤來還特別要強調 我是用個人身份來的 紀大使你怎麼看 我覺得關鍵就在這個 有關這個 是不是你有足夠的授權 來跟這個民眾黨談 民眾黨現在提出來的 國會改革的五個建議案 關鍵就在這邊 那你看這個韓國瑜 去了講多清楚呢 他說我們這次會談 只講了四項改革 而且共識非常好 也就是說雙方是志同道合啦 大家一起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啊 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起來聯手改革立法院 聯手來做把立法院的功能發揮的 一個共同目標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 這個是才是真正的 政治上的結合 應該是走這條路 那你看這個游錫坤 他講這句話就謝底 他說我贊成單一招偉智 看著我的想法不代表民進黨 那你去幹嘛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柯建民怎麼說呢 柯建民說這種密室協商 藍綠都去 民眾黨這個密室協商 叫做私涉刑堂 所以他對於 這個所謂的密室協商 他等同於私涉刑堂 他認為不應該去 然後他又說 他最支持游錫坤 全中華民國就他最支持游錫坤 然後他不支持的這場會面 游錫坤還是去了 所以游錫坤說 我只能用個人的身份 那中間你不覺得矛盾很衝突嗎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柯建民 這個是一個過時的政治人物 他什麼都是密室協商 他很會喬 但他就是用這種密室 他無法無天 他的喬就是密室 他就是密室 他認為 他認為在立法院 什麼都是密室 這是不對 就只有他可以密室 別人不可以 對 所以他看別人也是密室 他天天就搞密室 所以我覺得他是應該 被這個進步的潮流 第一個淘汰就是郭 柯建平這種人 他是阻礙 立法院進步的最大的一個 一個絆腳石 他如果這種觀念的人 如果離開了立法院 我們立法院才能成為一個 健康的立法院 那所以你看 你看蔡奇昌跟這個 為什麼游錫坤 那兩個互為監軍 所以為什麼這個 尤其我個人身份 一個是新潮流的 一個是政國會的 兩個不同派系 我覺得他們去那個 去到這個民眾黨 事實上的話 只能跟人家什麼 虛擬尾擬啊 一點不可能談出問題 那韓國瑜這次去四個承諾 事實上他已經公開講了 我認為他已經公開 他那天他的這個 他跟這個江啟臣的任命 獲得確認 他立刻就講 而且獲得了朱立倫的背書 朱立倫也說國民黨接受 認為那是很好的 其實今天我看到 昨天我看到這個黃國昌 他這個提出來 單一這個好 總召治好 我對他另眼相看 我認為他真正懂國會 為什麼你知道 我在國外的時候 我雖然沒有在國外 我們很多在國外 都負責國會聯繫 我看過很多國會 歐美國家的聯繫 從來沒有像我們 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召委是輪流幹的 這個是全世界的一個笑話 你知道美國的國會是什麼 你一定要什麼 你這個好 多數黨就要負責監督 可是你把監督權一半 交給別人了 你監督什麼 所以美國的國會 有一個原則叫什麼 贏者全拿 winner takes all 也就是說 你現在是多數黨 這個國會就由你主導 你怎麼可能把委員會的 這個招委 就是主席的職位 跟人家輪流做 那你這個多數黨是假的 你知道一個委員會的主席 是有非常大的權限 那整個的意識過程 他主導 所以我們前一陣子才會說 國民黨要小心 這個民進黨會發動突襲投票 那都是招委在負責 所以你看柯建民立刻有回應 他說兩大黨各一席招委 這是對於國會生態 最好的一個平衡 他認為這個想法是民住國民黨不可行 他這個就是國會進步的最大的障礙 我就是說 我當時看到黃國昌提出那四點 我就說這個這個年輕人 真的有念點書 他曉得國會是該怎麼運作 那個四項 我在很多地方 一開始就說 我認為完全應該接受 那他昨天又提出來了winner take 就是說單一招委制 我覺得他真的懂國會 而且他會把國會帶到一個正面的 正常的國會的方向 我覺得 我不是從權力的角度來講 你今天如果你們這些掌握 國會的這些政黨 你不能掌握國會的話 那這個八年未來的四年 又是跟陳 又是跟這個蔡英文八年一樣 根本就是什麼 就是獨裁專制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 要立法院也沒有用 對 現在最重要就是要選立法院的院長 副院長 尤其是這個院長是重中之重 韓國瑜 游錫坤 今天光是在這個兩個同樣的場合當中 是不是高下力見 差太遠了 我覺得這些 我覺得像這個柯建民跟游錫坤 老早應該被這個歷史的進步的腳步 踢下政治舞臺了 他們是阻礙我們國家進步 政治進步最大的障礙 一腦子都是封建獨 封建獨裁 這種密室協商 然後分贓寡連賢詞的一批人 但游錫坤你覺得 因為過去是民進黨一黨獨大 對吧 那現在呢 這個三黨不過半 情勢又比較的複雜 所以他鎮得住場嗎 那他恐怕是不能沒有柯建民吧 但私底下問一下 柯建民看得起他嗎 人家周一克好像就看不太起他 我跟你講 這兩個都是這種 這種怎麼講呢 同一路的人 都是不懂無法無天 不懂法治 認為政治就是什麼 最骯髒的騙術 然後就是密室協商 給利益 然後交換利益的 這個東西 黃國昌這五點 一出來以後 不管是你游錫坤 還是你柯建民 你就成廢物了 你還想在那邊密室協商嗎 不可能了 為什麼呢 真正的多數黨 他就完全掌握國會 沒有必要跟你在密室協商 你既然是少數黨 你又憑什麼 你來控制一個委員會 你當招委輪流給你當 那人家選了半天 我們是希望多數去控制 這個國會的 你結果你把招委輪流幹 你還有什麼權利 沒有權利了嘛 然後現在的國會 基本上都是要用什麼 用聽證跟調查權 來制衡一個不受制的 一個濫權的一個行政部門 所以我問一下這個介大師 在禮拜天 好像禮拜天的節目吧 這個對於韓國瑜 還有這個游錫坤 誰會選得上 好像蔡正義委員說 五五波嘛 那亮哥認為是六四嘛 立將軍你覺得是七三是吧 那今天現在來 我先問一下介大師 你覺得是多少 我覺得我是建議國民黨 不要只接受四點 那個關鍵的單一招委制 一定要接受這個黃國昌的意見 他懂 我跟你講 你們把這個五個權利 都落實以後 那個什麼柯建民 什麼游錫坤 通通都變成廢材 在國會裡面 沒有辦法呼風喚雨 你一定要把這個權拿到 你這五個權都有了以後 你們在國會 就可以真正扮演監督 這個一個專制獨裁濫權 這個分贓的一個民進黨 而且把台灣的政治風氣 完全的扭轉過來 你介大師講到重點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最怕的 所以柯建民第一個 跳出來反對嘛 說民眾黨這個做法叫做 明助國民黨 明著幫助國民黨 絕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陳恒健康 施錘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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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